Hello大家好,我是演员白鹿 在《宁安如梦》中饰演江雪宁 《宁安如梦》呢 真的是一部幸福感很强的戏 从开机到沙青 从初夏到凉秋 大家一起奋战了113个日夜 很开心,也很难忘 我也很幸运能够遇到江雪宁这个角色 体会她的两世悲欢 感受她的反转人生 这几天呢,也很开心 在三亚,在同样温暖的海滨 希望大家再次享受 就好像是游戏通关之后的彩蛋一样 很惊喜,也很感慨 总之,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的《宁安如梦》 我们也早一天跟故事里的她们重逢 Hello大家好,我是张灵鹤 在《宁安如梦》里面饰演谢威 对我饰演的一些,我也喜欢 如果有什么意见可以多多提给我 我可以在以后的作品中 让大家看到更多我在演艺的道路上 获得的进步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新月 在《宁安如梦》中饰演张哲 希望大家让我体会到了全能的自己 运动 唱歌 爱你孤身总爱想 跳舞 能够与大家这几天的陪伴 大家对我的照顾 在这里说,谢谢大家 然后谢谢大家对张哲的喜欢 再想行步侍郎张哲 谢谢大家喜欢张哲 喜欢《宁安如梦》 喜欢《一百万个约定》 大家好,我是刘仙宁 在《宁安如梦》中饰演沈芷 沈芷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很开心,也很紧张 这个角色呢,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是我第一个古装角色 回想去年和大家在剧组 唯读剧本,学习古装礼仪 一场一场戏中逐渐地熟悉起来 从刚开始的紧张到越来越进入角色状态 珍惜希望自己不辜负这份幸运 谢谢你们愿意相信我 给我这个机会 和感谢《宁安如梦》剧组每一个人 感谢小伙伴们的陪伴 每一天都很开心 沈芷一对我来说是真的意义非凡 我会带着这份幸运和初心 继续努力拍戏 也感谢每一位喜欢宁安如梦的观众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宁安如梦》 谢谢大家 各位宁安如梦的粉丝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饰演薛定飞的演员崔少阳 其实我在钢筋组的时候特别惶恐 我一直担心拍戏的时候 跟各位老师交流不好 结果发现 大家都挺能闹的 最重要的是大家都能喜欢上羽毛球 可以说是不打不相识了 众所周知啊 我们这一戏自打启动之后 业内业外关注度难道是非常的高 江雪宁和谢威 真的是我克的第一对角色 真是千回百转 档切回彩 虽然两个人谈恋爱期间 也不忘对我CPO 但是能为二位的爱情大业扫情障碍 真的 你我有责 本世子对最后的 Happy Ending真的是非常满意了 不吃微盲 造句长阳 希望各位观众可以和我们一起 为宁安大业出一份力 咱们一起做大做强 冲就完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演员燕西月 在《宁安如梦》中饰演薛书 很开心来到三亚 在三亚录制《宁安如梦》的综艺 在整个录制期间 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段快乐的剧组时光 也非常感谢这个有意义的联欢会 让大家又聚在了一起 2022年的夏天 美好而短暂 我在宁安如梦拍摄中 体验了薛书的一生 薛书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角色 他最大的特点就是 做事情非常有目标 而且行动力十足 他做了很多很赶的事情 好了 人也见过了 你也该死先 他行事非常的果断自信 为了当皇后策划了很多事件 四个月拍摄日程满满的 在工作中 大家收获了友谊和快乐 真诚地感谢导演制片方 和所有的工作人员 感谢大家的信任 让我演绎了一个 前后反差很大的薛书 就像谢少师所说的 天下已定 从观众的角度来讲 一定会是大家想磕的结局 大家好 我是演员秦天宇 在《宁安如梦》中 饰演的是吕显 从确定出演 《宁安如梦》中吕显一绝 到剧组沙青 再到一百万个约定的团宗录制 我们整整经历了 北京 横店 三亚三个城市 经历了四个月有余的日日夜夜 之后我无论在哪儿 饰演什么角色 我都会倾尽全力地去诠释每一个角色最鲜活的样子 以此来感谢喜欢我的粉丝们 最后呢 也希望你们能够像吕显一样 有志同道合的朋友 有兴趣相途的爱人 有自由且灿烂的人生 愿我们永远都能够纯真自在 意义守卑 很荣幸能够与屏幕前的你共赴一梦 约定与你越想 《宁安如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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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周大为 也是沈剑 很高兴这一次能够和《宁安如梦》的伙伴们 一起来到三亚 其实我本人是特别的兴奋 因为我是第一次来到三亚 谢谢你们来到三亚 谢谢你们来到三亚 就是和你们也开心 玩在一起玩各种游戏 沈剑呢 在剧里面 他是一个天真浪漫的人 所以我希望观众在看剧的时候 也能够一起体会到这一份幸福感 我还想要感谢《宁安如梦》的 目前幕后的所有人 希望观众朋友们 喜欢《宁安如梦》 喜欢《宁安如梦》 谢谢